这两类别第七类是维持国家安全跟社会机能运作的对象 但是国民党立委费红代却踢爆说第七类的人数 从上个礼拜5万人现在暴增为89万人了 对此承认中强调并不是89万 目前第七类造册大约是14万人 总统府在6月11号 今天是17号 发给中国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会的理事长 我在拆这个有几家公司 像中刚台船汉翔 他们这些工会发函给总统府 总统府就给了行政院 行政院就交给你们指挥中心 说希望他们这些工会的工作人员 列入疫苗接种的第七类 那个陈部长在我上次请教你的时候 原来上个礼拜二吧 那个我们在质询的时候 第七类原来我在质疑你们说有5万人 我质询完了第二天呢 你们就发了一个喊 第七类就变成89万人 可不可以请教一下陈部长 为什么第七类的人施打疫苗 他可以从5万人下变成89万人 跟我刚才念的这个公文是不是有关系 跟那个应该没关系 我们那现在没有这么多人 我们现在大概列册了大概14万 但是14万 但是那些疫苗我们大概暂时还不发下去 我们现在要先发到前面老年的再来 不会到八十几万人 我们到现在有保留14万 但是我们还不发下去 我们要看其他打得够不够 我们再往下发 我们现在到现在为止 总共施打疫苗的多少人 现在施打 有没有100万人啊 没有吧 现在超过100万 超过大概100多少 就是我要算一下死亡率大概多少 因为他不见得是疫苗死亡的啊 没办法这样算吧 很难用那样子 你知道啦 我知道不能这样算 我只要了解数字了 大概打多少现在 全部打多少 反正我们现在才发下去 打了最后的44万 我们现在才发下去嘛 那我们本来这次的124万 加上前面的72万8万 差不多100万嘛 其实我们现在如果说 总共发下去不止了啦 不止了 我们已经发下去将近189万左右了 所以已经打了189万 但是明天后天的44加7万 再51万还没发下去 这是今天跟明天 所以到明天会230几万左右 没有到210左右 210左右 发下去了 但还没有打 有一部分是今天跟明天 接下来再过4分钟 下一个小时的中天烂晚报 请大家准时帮我们双开 主频道加子频道 一起来收看 接下来关注的是台北市府 现在已经决定说 阳性率逐渐下降 那么根本只有指出 要进入清零计划 在28号以后 能不能解封呢 能不能降级呢 他说全岛一日生活缺 他也还在思考当中 这个还是要居安思维 这应该这样讲 就好像一堆干财 一个火种下去就烧起来了 这就是我们台湾的局面 你知道 那当然打疫苗下去 就让这个 好像这个财就变成不会烧 你知道 所以 不好意思那句 那也是这样 我昨天就开始在想 到底这个解封要怎么做 不过 不过这样 至少 我们这个 至少我们这个礼拜 先想办法 至少降到说 整个台北市 每天确诊人数降到10以下 你知道 那我们再想想看 而且这个也不是 我认为这不是台北的问题 也不是双北的问题 这是全台湾的问题 因为真的 我们是 不只是首都生活圈 我们根本就是高铁一日生活圈 所以 坦白讲 这蛮难的题目 所以我 我也正在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 像美国 你知道 美国五十几%人打过两剂了 他可以忍受每天一万人感染 你知道 他照样大联盟在打 这是我们国家的态度 可是你看英国 英国也打得快50%了 结果英国还在红尘 这很奇怪 所以 讲英语的国家 两个国家的风格就完全不一样 美国就是一种 相信科技的力量 相信经济 工业的力量 他根本就不管 每天一万人感染 他照样 这个解封瑜 不只是医学的问题 这是政治跟文化的问题 这个 坦白讲 我现在 不敢擅作主张 至少这几天先把 整个台北市清零计划 做到一个程度 清到一个程度以后 真的这个社会要开始讨论 你知道 我们是不是 可以忍受一定程度的感染 然后解放 还是我们真的要追求那种 家龄的这种文化